很开心,今天和七妹儿过来 这条街是顺着他们这边比较有名的 很多水牛奶吃的地方 喜欢喝水牛奶? 喜欢 酸甜奶? 可以 酱状奶? 蒜状奶? 可以 没有口味了 炸牛奶? 可以 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很多游客过来的 过来这边玩呢,真的可以倒过来这边 这边有很多水牛奶的製品店 敲到你家,随便找一间去试一试 好不好? 不吃就放着 9块钱了,我也跟着了 你跟我在一起,不要这么call,好吗? 这个是15块钱 这个是15块钱 我可以吃5块钱 我一个人吃5块钱 我一个人吃5块钱 这个是20块钱 哇 哇 那个乌泥水牛奶,9块钱 不要告诉人家,9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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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块钱 熊油奶 蒜果冰淇淇淋 哇 不好意思 好啊 蒜果炸汁 再加熊油奶 这里面有熊油奶 可以 好 直接吃吗 芒果公盈 哇 哈哈哈哈 好可惜哦 好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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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冰沙不是冰沙 它不是 它很实正的 它很香滑 它这个绵绵冰 是做到好像芒果肉 是很实正的 它不是那种碎 不是那种沙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的芒果衡量很高 水牛奶的问题 水牛奶会稠的 这个感觉一点都不像冰沙 它很实 它很实 25元 这个挺刘 mucha 这个功能 很多芒果 这个好吃 老板 它的口感不像普通牛奶 因为是一种柑榨汁 加水牛奶,这种味道很香 水牛奶就凝固少少了 没错 味道太可惜了 对啊,很可惜 我的浙东闻得芒果香 你看看吃了多香 好像是爬吧,你要爬 来一桶 第一次是吃到水牛奶 打出来的冰沙 如果你喜欢这方面甜品的朋友,你一定会知道它的区别很大 摄影师控制时间 没办法,他都吃完了,特写也没拍 我说留一点拍特写,要没了,他都说 吃完了 不知道谁的主持人这么不敬业 你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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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吃过这种吃法? 没有 我也没有 我都没有 很好吃 我说葱口,人家在这儿 我会比较好 好吃 好好吃 真的好喝 我以为他浮花鸡 真的好喝 我第一次,我都是第一次吃 因为水牛奶很香浓 这种选择 芋头他们也有特别的调配 就是很香,很浓郁 这个香的浓郁 跟那个水牛奶连在一起 那种感觉完美 真的好香 很香 很浓郁 我觉得很好喝 我觉得女孩一定喜欢 它不腻 就是甜的恰到好处 而且牛奶也很浓郁 对啊 喜欢奶制品的也肯定喜欢 要这样喝才行 好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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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奶腥味啊 就不好吃 他自己都喝完了 我都喝完了 你喝完你别盯着我的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 如果你喝牛奶的话 你会很介意他行不行 我很介意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奶腥味 是不是 真的 不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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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点牛奶 一口湖泥 可能两三口 真的很香 真的要这样喝 真的要这样喝 很有惊喜 好吗 不知信德嘉识 这么短 这个多少钱 可以吃 可以吃 9.9元 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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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一块芒果? 那么大一块芒果? 好甜 在这里吃芒果,看过是水果店 好吃 芒果是很清香的味道 但没有办法,芒果是太过分 我告诉你,这一块芒果在广州没有35元 我告诉你,这么大一块芒果啊 大哥 如果芒果好像不错,我想你回不了 回不了 嗯 好好吃喔,好滑喔 它上面的芝麻也很香 而且它这个味道调的也是不错 外面没有的,就比较少的那种感觉 就许来卑仔的酒味 没有那么大种口味 就一次就是你家的 嗯 三个有哪个三个? 有鱼饼,鸡翼,鱼皮 这个 哦 你们全部都是手工,即点即走的? 是啊 我吃个鱼饼 我都有点可怜 你为什么不想吃鱼吃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阿七七的想法一样 因为咖喱鱼鱼呢 尝一尝 试试这些特色的,就是鱼饼啊 鱼皮饺 用水牛奶做的 吃吃吃吃 好厘品 挺挺 不是那种辣辣的 但是它其实也辣 就是那种微辣 就你吃完之后才会觉得太辣 但你一入嘴是甜的 酸酸甜甜辣辣咸咸 酸酸甜甜就是你 咸咸辣辣就是你 咸咸 奶油很浓郁很臭 臭 乾杯 啊终于可以喝到 纯纯的水牛奶 刚才一直在喝他们的甜品 对不对 然后这个金榜街 都很多年轻人啊 也是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 对如果在那个老街里边的话 那些传统的 如果你说吃过了 想过来这边试一下 一些新拍的东西的话呢 这个是挺好的选择 哪一个你会比较吸引你 就是 芋泥 水牛奶芋泥 性价比高9块9 而且夏天吃又不 又不是很甜 又不是腻 很清爽 两种香味 就是它的创新跟水牛奶 结合的很好 一点都不违和 对 有机会过来这边 好吧 这也是品尘镜 再次感谢奇奇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